好哦,虽然我们很喜欢经典的太空大战 那瞬间化开黑色虚空的爆裂与欢快的轰鸣声 但当某个东西真的在黑色的太空中爆炸时可不是这样的画面哦 太空基本上是真空的 也就是说那里并没有氧气 而氧气则是地球上所有燃烧过程不可缺的元素 你可能会说恒星也会燃烧并爆炸成超新星啊 不过这也不是完全正确哦 恒星不依赖氧气,所以并不会燃烧 它们是在内部不断地产生热核反应 所以太空船也只有在安装了核电系统的情况下才会爆炸 如果没有的话,那里得到的唯一特效 就是眨眼间消失的短暂闪光而已 太空船上经常会装载的液太阳 在外太空的真空环境中则很快就会燃烧殆尽 至于爆炸,氧气在这部分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声音只有在空气分子相互碰撞的情况下才能传播 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整个场景几乎是绝对的安静 这也不是件坏事 想象一下,如果声音能在太空中传播 那么太阳的声响该有多震耳欲聋啊 尽管许多科幻导演想让我们相信暗面 月球其实是没有暗面的 我们的卫星被地球朝系所锁定 也就是说它总是以同样一面朝向我们 而另一面则总是背对着我们 比起月球,太阳离我们远得多 而我们彼此都进行着自己的旋转周期 有时是正面被太阳光所温暖和照耀 有时则是另一面 也就是说,每隔一小段时间 月球就会被太阳从不同的面所照亮 只是我们从自己的所在地看不见那个场景而已 虽然外太空的物体看起来无重力 但其实整个太空到处都有重力 当你离某一重物 比如地球,越远,引力就会越弱 不过多少还是有引力 事实上,宇宙中没有一个地方 完全不受任何宇宙天体的引力所影响 任何有质量的东西就有引力 是的,即使是你和我也一样 但太空物体的质量如此之大 它们会把较少的物体朝自己拉近 这就是为什么太阳系的行星会绕太阳运行 而我们整个银河系 则会绕自己的中心运行的原因 科学家们认为 银河系的中心有个超大质量黑洞 约比太阳重400万倍 而这正是这个黑洞牵引着所有的恒星和系统 确保它们不会跑掉 在电影中 我们的英雄会乘坐着自己信赖的太空船 离开火星轨道直奔木星 它们的脸庞总是严峻而坚定的 尽管它们知道 前方等待着它们的威胁是小行星带 它们会及时倾斜 并偏离航道 避开以极快速度飞向太空船的小行星 但还是有一个不小心击中了它 啊,没事 只是擦肩而过而已 谢天谢地 最后我们的英雄离开了危险地带 以战斗的手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 这听起来很耳熟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非常少 而且彼此距离很远 如果你哪天履经这段空间 你甚至诊断过程 都可能不会遇上半个小行星 那里大概有150万块 巨型太空岩石漂浮着 加减个50万 但别忘了太空是很广阔的 任何两颗稍大的小行星间都有数百万公里的距离 所以两艘太空船在漂浮的岩石间穿梭的太空追逐站肯定会很无聊 太空通常被描绘成一个黑暗寒冷又荒凉的地方 特别是当电影中的太空人离开安全的太空船时 这个描述一切都很好 除了寒冷的部分 只有当你发现自己身处银河系某个遥远的角落 且附近没有恒星时 寒冷这点才成立 但假设你在地球轨道上正对着太阳 这里的宇宙真空环境的温度 可能是高达摄氏120度哦 这就是为什么太空幅是白色的 这种颜色反射光的效果比其他任何颜色都好 尽管如此 你背后没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部分 温度可是会很低的哦 热量在太空中不会均匀传播 所以如果你不朝向热源 你可能会感到非常非常寒冷 说到太阳 不知道为什么它在电影里总是以黄色呈现 但其实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颜色 是一种由地球大气层造成的视觉错觉 就像白天的蓝天一样 来自太阳的光 在大气中传播并扭曲 于是才在黎明和黄昏时形成彩色的景象 在太空的真空中 没有任何物质能够折射光线 所以太阳便会呈现出其本来的面貌 也就是白色 这个发光的气态球就是这么热 天空中闪过一道亮光 随后是一羽烟雾 然后一块炙热的太空岩石撞向了地面 并在撞击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烧焦陨石坑 嗯 虽然烟雾状的尾巴和陨石坑的部分是正确的 但陨石坠落时并不会真的那么热 陨石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地球大气层 并承受住强大的摩擦力 最终落在地球表面的小行星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们通常看不到这些陨石 因为它们一般都很小 也都落在无人居住的地区 但即使哪天有一颗落在了城市里 陨石坑之所以出现 也是因为陨石撞落时的高速 而不是热量的关系 它们确实会因为摩擦而变热 但倒不至于在撞击时 烧掉地面上的一切啦 尽管我们很想相信 太空船和行星间可以进行即时通讯 但这是不可能的 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现代通讯系统依赖的无线电信号 与辽阔的太空相比 其速度显得相当慢 这样的讯号传播一光年 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了 更不用说数百 甚至数千光年的距离 如果你想要上一个遥远的星系 传送讯息 那你大概得等好几千年 这通讯息才会传到那里 然后再等个好几千年 才能收到回复 关于这一点 太空并不像电影中的场景那样 拥挤并充满着各种活动 那里基本上是挺孤立无趣的地方 是一片行星 恒星和其他物体间 相隔数十亿公里的虚无环境 即使你有一艘 可以以光速飞行的太空船 大多数时候 你也只能看到充满着遥远的 恒星与行星的黑色画面 即使距离最近的天体间 真实距离也非常遥远 要解释得更清楚 就比如说 那个你可以在晴朗的夜晚里 看得很清楚的月球 大约离我们有384400公里远 这距离相当于绕地球近十圈啊 趋速引擎可以扭曲时空 让你在一眨眼间 抵达外星星系的遥远角落 这是所有太空巨码会有的基本桥段 我们通常会看到 有这种能力的太空船 在瞬间从零加速到超光速 但根据物理定律 在太空梭上的人 呃...至少也该被狠狠推进座椅里吧 但严格来说 没有人有办法在这样的加速中幸存下来 因为对于脆弱的人体而言 这样的重力实在太强大了 在我们找到能降低过载的影响方法前 我们是无法考虑进行空间扭曲的 水并不是宇宙中最稀有和最珍贵的资源 其实 在离我们数百万光年远的地方 有个巨大的太空云 完全由水所组成 其存量足以填满我们所有的海洋140兆次 许多行星 甚至我们太阳系中的几个行星 几乎都有液态水 太空中最宝贵的资源 其实是生命 而生命的出现所需要的要素 可不仅仅是液态水而已 太空人经常会以在国际太空站或科幻太空船上锻炼的姿态被呈现出来 这算是真的吧 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做一些体育活动 但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强壮的身体才能够在太空中工作 而是因为太空的引力太弱了 所以太空人便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经常使用他们的肌肉 所以当他们回到地表时 重力就会像把大锤一样砸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的身体感到软而无力 为了减轻这些影响 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做些锻炼 尽管他们说 在晴朗的星空下 我们可以看到数百万颗星星 但其实真实数字应该要小得多 大约只有三千颗 其余的都是其他也会发光 所以误认为是恒星的物体 比如行星 遥远的星系 甚至人造卫星 他们只不过是被真正的恒星所照亮 就像月亮 所以才被看到 不过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我们也无法分辨他们是否是恒星 但你得承认 这还是挺酷的吧